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教一個一個的造岩礦物 就發揮各位努力背的精神 把它通通背起來 我叫你要背得通通背起來 有些不用背 你些看會就算了 我叫你背得通通背起來 那第一個叫做常識 常識呢叫常方體對 也不用管 常方體有兩組近乎垂直 其實常識有兩種 一種叫做正常識 一種叫做斜常識 正常識就是節理是垂直的 現在是節理沒有垂直的 不過你也不用分 就是常識就對了 有兩組節理 然後我們前面給你背過 要你背過 它是液殼中含量第一位的礦物 液殼中含量最多的礦物就叫做常識 就是要背得啊 常識 液殼中含量第一位的礦物 它有兩組節理 那它的印度就不用管它了 欣賞一下就好了 不需要特別配它 沒有需要特別配它 然後呢 它是做陶貨池的原料 所以我們在後面還會提到兩次嘛 陶貨池 因為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常識會風化成高齡土 高齡土是做陶食的原料 所以呢 常識是做陶食的原料 我們前面講的調橫板 調橫板就是沒有上六的石板 所以它可以做調橫板 可以看一下 這件事要背 陶貨池的原料 陶貨池的原料 那下一個就看一看就算了 不要管它 那個是湯圈板多寫的 有一個稀有的天和池是常識可以做保持 那個就是湯圈板多寫的 你就給它看一看就算了 這樣就算了 就是有關於常識 OK 下一個叫做死音 死音是金形式六角形柱狀沒有解理 沒有解理 我剛才請你背過了 那個金形式六角形柱狀其實沒寫完 完整的寫法叫做六角形柱狀兩端層六角錐 你有看到那個照片嗎 上面是不是尖尖的 尖尖的 所以尖起來 所以完整的寫法是六角形柱狀兩端層六角錐 不過沒關係啦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六角形柱狀 然後呢 具有良好驚奇的死音叫水晶 就是那個長得好看的女生叫做西施啊 叫做正妹啊 就是這個意思 來 還是女生啦 長得不好看叫她恐龍啊 隨便 那都是 長得好看 長得好看就叫做水晶 金形很完整 很漂亮啊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瑪瑙跟食衣有關係 是融在水中 然後沉澱出來的 這個狀況 知道一下 OK 那個水晶是會考的 就是長 具有良好驚奇的死音叫做啥 水晶 這是會考 這是有人會問 然後呢 第二位 這也叫你背過對不對 他是避河中含量第二位的照顏通 這個也叫你背過 也請你背過 所以知道一下 好 然後這個也叫你背過 就是死音應該是透明無色的 但因為含有雜質 所以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我們沒有教你它為什麼是黃黃的 沒有教你它為什麼看起來黑黑的 我們教你它為什麼看起來有點像紫色的 因為含有三架鐵離子 F1三正 F1三正 三架鐵離子的關係 它其實已經做我們前面教過 下一個也是要背 做玻璃的原料 它是做玻璃的主要原料 做玻璃的主要原料 這個也是要背 好 死音 所以前面的長石做陶瓷 這裡的死音做玻璃 這都是要把它背起來的 這是有關於死音的部分 好 就是兩個 一個叫長石 一個叫死音 請你把它記住 誰含量第一位 誰含量第二位 它各自有什麼用途 然後呢 長得好看的 死音叫做水晶 含有三架鐵離子叫做紫水晶 就把這些事情給它背起來就對了 謝謝